不整活的签售会等于白来 南韩爱豆到底还要在粉丝的套路上走多久 申流珍在视频签售上遇见一个中国粉丝 要和他玩开玩偶游戏本来他还自信满满 然而当晚偶转过身来是一只穿了多辣A梦衣服的悲伤蛙 紧接着粉丝拿出了第二个 无念无想的申流珍只能猜出这个点而易见的名字 想不到吧是黄色的A伤蛙 深感无语的申流珍只能留下四个字而黯然离场 同样被整活的还有金彩源 粉丝掏出四张小卡告诉他 每张小卡分别代表不同的字 结果等到让金彩源如的时候 就只会反复的拿出代表望的这张 于是一只小狗出现了 还有宋雨琪和他的冤种粉丝 当熟视的粉丝带着墨镜去他的签售会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好几天没来 是因为去做了双眼皮手术时 宋雨琪还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 但这位粉丝似乎是真心的 还要给宋雨琪看看自己刚做完手术的眼睛 让宋雨琪先闭眼 然而等到他睁眼时 面对的是这样一双眼睛 这让宋雨琪真的绷不住了 但最终还是妥协 让粉丝推荐这家医院给他 当粉丝变到Stay Kids的韩之城 第一句话就是自己被骗光了 我有钱 希望韩之城能指责一下骗子 让自己舒心一点 等到他骂完 粉丝说会拿出骗子的照片 结果是Stay Kids的老板朴枕勇 这一下韩之城连自己的离职理由都想好了 在此我建议每个人都给自担教一句 像金明征这样的话 你没事吧 都都没人你 天兽会上在爱豆面前 这死是一种什么体验 刘志明的一位粉丝 在参加天兽会时 忘记自己的家里的墙上贴了钱单的海报 没想到被刘志明当场给举了出来 我的角度是非常好 非常好 但我最好 我的角度是 后面的粉丝 绝粉丝所述她的钱单是崔瑞娜 这是什么冠城恋爱的剧情 已经尬到脚趾抠的了 同样尴尬的是 还在金明征面前发生过 有粉丝要给她看手机壁纸 结果意外暴露所评是刘志明 还有粉丝在金明征面前 老白 结果不小心说成了刘志明我爱你 在一众时期金彩元喜欢吃薄荷巧克力 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带有胆大的粉丝偏偏要整活 去和金彩元说自己尝了薄荷巧克力 但是味道不怎么样 结果周获了一种用眼睛骂人的方式 这一下 真的求生欲拉满 当粉丝在签售会上 对罗斋民说自己不舒服时 爱豆签售疫苗 成了医生问诊 正代给粉丝推荐了柚子茶 当粉丝说自己正在喝绿茶时 他又指出了喝绿茶 没办法缓解症状 下一次再见到这位粉丝时 他开口的第一句 就是问你嗓子好了吗 金文西的粉丝在参加签售时 忘记收拾房间 身后推放的全是金文西的专辑 结果当场被金文西教训了一顿 还有粉丝在李采领面前给他翻看照片 结果因为不小心翻到了 涉及自己隐私的照片 脱口而出了一句 刚话受到了爱豆的当面嘲笑 然后就说想开点吧 射死只是一时的 说不定爱豆能记住你的笑料一辈子呢 当翻译姐姐碰上南韩这些冤种爱豆 每一分钱是他们应得的 就连朴灿烈的笑声都能给你翻译一遍 绝不白拿一分钱 好好好 好好好 鞭博贤为嘴里放了冰块 只能含含糊糊的说话时 翻译姐姐还能给你模仿出 大笔小心的声线 让鞭博贤忍不住吐槽 他玩游戏时 要时刻注意 允许饱满 认知连边博贤打游戏时 嘴口哼的取自他 不会一比一复刻 真是的 当粉丝要求编博贤 在纸板上用中文写下 我爱你 翻译姐姐来给他做示范时 博贤真的是 黄黄的吐槽 认极逼疯翻译姐姐的爱豆罗灾民 居然未居榜首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除了怪叫 外罗灾民还致力于让翻译姐姐学会诞蛇 谈不好又不满意的那种 这 这个实际上不满意的 不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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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皮的爱豆还有吴世勋和朴灿烈 看出来是真心想让翻译姐姐 博贤 能从吴世勋这里顺利毕业 不代表在朴灿烈这里能成功 认识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 不过也有翻译姐姐 能够反击的时候 比如这位粉丝的名字特别的拗口 而罗灾民试图蒙混过关 还有中文能力 已经达到可以纠正翻译水平的李东海 大家都带上了很漂亮的陈灰 果然SAM家的爱豆 不是中文能力者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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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